大家好,我是阿琳 辛德勒的名单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 震撼的画面还有令人动容的剧情 至今都令我难忘 奥斯卡辛德勒 成功挽救了1100名犹太人 免遭德国纳粹毒杀的故事 拍成的这部电影 获得了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影片在内的7个奖项 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字 也伴随着电影的大卖 被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熟知 可是,你是否知道 还有一位被称为英国版辛德勒的老人 他隐姓埋名50年 在战争中救下669名犹太儿童的故事 也曾感动了全世界 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 授予了他大英帝国勋章 杰克总统也亲自授予了他 代表最高荣誉的白师勋章 他究竟是谁 在他的身上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经历 今天让我为你讲述这位英国老人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主角 名字叫做尼古拉斯·乔治·温顿爵士 他1909年5月1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 父母是德国犹太人 在他出生时 他的父母才移民英国两年 父母改姓基督教 温顿也受了洗礼 在他还小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曾经的日不落大英帝国 也开始逐渐衰弱 但相较于其他战乱国家的儿童 温顿的童年过得还算不错 1923年温顿进入斯多中学就读 毕业后他便去了米特兰银行担任实习生 他返回英国后一直都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当交易员 生活虽然不是那么富足 但身为交易员的温顿先生 家境小康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1933年初 德国纳税党上台后 德国犹太人的处境每况日下 种种反游暴行 令世界震惊 世界各国的局势 也因为德国的影响 变得更加动荡 1938年圣诞节前 温顿本来打算到瑞士放假滑雪 但由于温顿在布拉格的一位朋友 请他帮忙救助当地的犹太难民 于是心地善良的温顿先生 便取消了度假的计划 改为前往布拉格 帮助他做人道主义救援 一直坚守原则 受到父母教育熏陶的温顿先生 在看见犹太难民的艰难处境后 他深受感触 心中的那股正义之火熊熊燃烧 他力所能及地 跟朋友做了一些人道主义救援 可面对几万名需要帮助的犹太人 他深知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 他向英国政府求助 在多次写信申请 以及公益人士的协助下 英国下议院 批准了一项新的人道主义措施 英国容许无成人陪伴的17岁以下难民进入英国 条件是 他们得在英国找到栖身的地方 并缴付保证金50英镑 作为他们将来会返回原来国家的保证 于是 温顿先生在捷克的布拉格 成立了一个组织 目的是为了救助那些面临德国纳税威胁的犹太儿童 当时不少的犹太人父母 即使知道自己无法为全家取得签证 离开捷克 但他们仍然希望 至少能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安全国家 于是 温顿先生的组织 还有英国 就成了这些犹太父母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那里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父母到场排队 他们只希望可以借助温顿先生的力量 帮助自己的孩子逃离这里 在捷克的布拉格停留了三个礼拜的时间里 温顿深受触动 他无法对这些儿童即将面临的苦难视而不见 他在工作的空闲时间 全力投身于救助工作 并在回到英国后 为这些犹太儿童筹集旅费和所需的保证金 他和一些志愿者一起 为那些儿童 办理了离开德国和进入英国所需的许可文件 从1939年3月起 至9月战争爆发前 在其他志愿者的协助下 温顿安排了巴列火车 成功地从捷克接走了669名 大多数是犹太人的儿童 到达英国 可遗憾的是 在1939年9月1日 一班坐了250名儿童的火车 却没能逃离深渊 因为在1939年9月1日当天 德军闪电站入侵波兰 那班本该充满了希望的列车 在波兰边境被德军揽下 后来开往了地狱 而这班没能抵达英国的列车 也成温顿爵士永远的遗憾 他在2002年的纪录片中说 只要那班火车可以提早一天 他就可以抵达英国 或许对他来说 这么多年来 他因为这件事 一直活在痛苦和内疚中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把自己和这669名孩子的故事 藏进了历史的场合里 不幸中幸运的是 在温顿先生的努力下 那669名儿童 在英国找到了生活的地方 让他们重燃了人生的希望 可惜的是 这些人当中 大部分人的父母 后来都死在了纳粹集中营里 二战爆发后 温顿于1940年 加入英国皇家空军 在服役了14年后 1954年5月19日 他放弃军官生涯 保留了荣誉军衔 二战结束后 温顿和妻子葛雷塔 一直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他也从未对外说出 他的救援行动 包括对他的家人 直到1988年 温顿的妻子葛雷塔 在清理家中阁楼的时候 找到了一本 成就发黄的剪贴簿 里面装有一些救命信片 六个孩子的照片 和英国官方表示 不能再接受 更多难民的信函 而在这本布置的背后 是一份温顿的名单 列着所有 获救孩子的姓名 这本藏了50年秘密的剪贴簿 把79岁的温顿先生 带进了BBC的周日晚间节目 That's Life的摄影棚 他被安排坐在了 观众席里的第一排 主持人艾斯特兰森 一边翻阅着那本剪贴簿 一边讲述那段战乱中 带了点温情的历史 直到最后 主持人从一份列着 获救孩子们的名单上 读出了一位现场观众的名字 维拉辛吉 主持人对这位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说道 温顿先生就坐在你旁边 温顿先生背着出入其来的话 击中了脑海 她愣了两秒钟 仿佛把她的记忆 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在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后 温顿先生流下了眼泪 老太太温情地拥抱了温顿先生 并表示了感谢 当主持人 继续问到现场是否还有 被温顿先生拯救的儿童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此时的温顿先生仿佛也回到了1939年的那个时刻 那个他竭尽自己所能去拯救犹太儿童的时刻 他起身用手插去了眼眶的泪水 回手向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点头致敬 而那些被温顿先生拯救的孩子们 也用掌声回应着他们的救命恩人 在这样的画面里 我看到的是爱与救赎 还有希望 自此节目播出之后 尼古拉斯温顿拯救669名儿童的故事 便传遍了全世界 伦敦和布拉格的车站 数列起了他的铜像 向全世界的人们讲述着他的故事 杰克总统米洛什奇曼 在给温顿105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 你的生命因众多原因而非比寻常 但你不认为自己是个英雄 你的一举树立了一个人道主义 利他主义 个人勇气和谦虚低调的榜样 杰克总统还专程将他接到杰克 在7名温顿儿童的陪同见证下 接受了总统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章 白诗勋章 2015年7月1日的早晨 拯救了669名儿童 把这个秘密藏了50年的温顿先生 安然离世 享受106岁 在这个和平的时代里 每个人都可以去讲大爱与无私 标榜自己为道德楷模 因为只需要动动嘴 不需要付诸于实践 可在那个黑暗动乱的年代里 却有着一群像尼古拉斯温顿爵士 奥斯卡辛德勒的义士 他们如同黑夜中微弱的烛光 照耀了人类通往文明和进步的漫漫征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这里是阿玲说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